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撒母尔记上十章二十至二十七节 于是 撒母尔把以色列所有支派 都带到上主面前抽签 结果抽中了变雅敏之派 然后他把变雅敏之派各家族 都带到上主面前抽签 结果抽中了马特利家族 最后在马特利家族中 抽中了基士的儿子素罗 大家正要找他 他却不见了 他们就问上主 他在哪里呢 上主说 他藏在行李堆里 他们就找到他 把他带出来 苏罗站在哪里 被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 撒母尔对全体民众说 这就是上主拣选的人 他要作你们的王 全以色列没有人给得上他 众民欢呼 愿王万岁 撒母尔把君王的权利和责任 告诉民众 又舍在卷族上放在上主面前 然后就打发众人回家了 素罗回到他在基比亚的家 有一群人的心被上帝感动了 就和他一起去 一声无乃却抱怨说 这人怎样能救我们呢 他们击照他 拒绝送他礼物 但素罗没有理会他们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不用自卑 撒母尔示意要立素罗做王的时候 素罗曾经说 我不过来自以色列最小的变雅敏之派 我的家族是这之派 所有家族中最微不足道的 当撒母尔将民众招聚一起 要藉着抽签证明 素罗是上帝拣选的王的时候 素罗却是躲在行李堆中 在回家的路上 素罗又被一些无乃藐视机肖地说 这人怎样能救我们呢 但是 接着上帝却是用他攻击凌辱 并且攻打以色列的阿门人 这个时候 民众才对他顿时改观 并且拥戴他为王 在1902年 有一个女英 在英国一个劳工家庭出世 她叫做葛拉提斯·爱德华 长大之后 她感受到上帝呼召她去中国宣教 但是因为没有专业学位而被猜会拒绝 爱德华不灰心 凭着坚定的意志 独自去到中国 开头她经常遭到饥饿 后来竟然获该地的官员委派 到各地鼓励前脚的妇女放脚 她到处伸张正义 帮助了很多人 被受敬重 爱德华最后 还带领百几个孤儿 翻山越岭逃出日军战火 抵达西安 让当年拒绝她的猜会主任汉衙 我们即使学力不高 出身不高 能力不高 我们亦都不用自卑 只要认定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专注于我们所侍奉的上帝 祂一定能够在我们身上 彰显祂的荣耀 我们曾经因为恩赐才干不及其他人 而侍奉畏缩不前 上帝却是说祂的恩典救我们用 祂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最见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在我们的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您